这个大爷露出了半拉屁股 彼得兔则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从怀里掏出一根贼尖的胡萝卜 于是不顾同伴的反对 悄悄的朝大爷靠近 动手前还贴心的搓了搓 这一伙兔子可不简单 他们每天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去隔壁的菜园子里偷菜 兄弟几人配合默契分工明确 在大爷眼皮底下疯狂作案 可彼得兔过于嘚瑟 将西红柿掉到了夹子上 发出的声音惊动了大爷 他借了猪八戒的九屎钉耙 就气势汹汹的冲进菜园 想要找到偷菜的贼 这吓得彼得兔不停奔跑 心惊胆战的躲避大爷的追杀 眼看他即将被发现 多亏了伙伴扔出一颗西红柿 吸引了大爷的注意 伙伴们指引他赶紧逃跑 可他的夹克却被网挂住了 情急之下他只能把夹克脱掉 可却依旧没能逃脱 危急时刻邻居小美出现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阻止了大爷的钉耙 小姐姐人美心善 不知道此时有多少人 想变成彼得兔 小美对可爱的兔兔喜爱有加 因此和大爷的关系不太好 他将兔子们带回家里 帮他们擦干身上的雨水 在兔子眼里他就是天使 而小美其实是个抽象派画家 除了画兔子不抽象 其他的画都挺抽象 每次看到这些画 彼得兔都会想起伤心往事 原本他们一家十分幸福 每天吃得饱穿得暖 直到大爷建起了围栏 将兔子一家拒之门外 兔爸爸为了养活五个孩子 冒险钻进了菜园子里 可却被大爷抓住 做成了兔肉馅饼 彼得兔也顺理成章的 继承了爸爸的夹克 现在夹克被当成草人竖了起来 就连栅栏都在开着 他明知是陷阱 还是义无反顾的跑了过去 他一路火花带闪电 潇洒的拿回了夹克 却在准备逃离菜园时 被大爷拿桶罩住 这下谁都救不了他 大爷粗暴地抓住他的耳朵 任由他拼命挣扎 就在这时 大爷突发心肌梗塞 直接倒在地上咯屁了 彼得兔仔细观察后 叫来了同伴 目顺着救护车将大叔带走 这下整个菜园就成他们的了 他们在菜园里尽情享受 还打开了大门 邀请其他动物进来 一番大吃大喝后 他们又打起了庄园的主意 在里面开启了私人party 他们还不知道 大爷的侄子小帅 收到了继承遗产的通知 正连夜往庄园赶来 动物们发现有人靠近 急忙找地方躲了起来 这个小伙真倒霉 好不容易继承一栋庄园 差点没被玩死 他心累地坐到沙发上 随后小动物一窝蜂地冲了出来 全都逃离了庄园 第二天 小帅开始打扫房屋 然后又将栅栏重新封死 还把以往的洞口全都堵住 兔子们见此气不打一处来 这恰好被小美看见 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新邻居 还送给他一个望远镜 让他欣赏乡下的风景 临走时还告诉他把栅栏打开 方便小动物进出 然而小美前脚刚走 小帅就把栅栏盯死 他和兔子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彼得兔带着伙伴再次潜入庄园 没想到被小帅抓个正着 只见小帅手起飙落 将小胖兔钉在栅栏上 拎着他的耳朵装进了麻袋里 准备把他扔进河里 兔子们赶紧爬上汽车 想要营救小胖兔 他们拿着麻袋 想蒙住小帅的眼睛 刚开始就宣告失败 随后彼得兔跑到车头 又打开了引擎盖 迫使小帅停车查看 还把他的耳朵给夹住了 其他兔子则趁机救出小胖兔 还用望远镜掉了包 小帅一不留神 就把望远镜丢进了河里 没办法 他只能亲自下河 把望远镜捞上来 随后他开车来到城里 从店里买了好几箱遥控炸药 还遇到了正准备回家的小美 小帅立马邀请他一块回家 两人在车上有说有笑 小美也对他好感倍增 还邀请他参观自己的画室 爱情的种子 悄悄在两人心中生根发芽 在彼得兔的围观下 他们开始约会 过程说不出的甜蜜 果真是人在家中做 粮从天上来 希望日后的栖息 没有孤瓜 没有伤害 多给单身狗一点关爱 彼得兔终于忍受不了了 决定替单身狗行道 可却被突然出现的小美打断 当着他的面 一人一兔都极力克制 等小美走后 大战一触七发 彼得兔使出佛山无影脚 想用脚器熏死小帅 小帅也想把他做成兔肉馅饼 而当小美一回头 他俩就表现得相安无事 在小美看不见的地方 继续大战三百回合 在打斗过程中 一不小心毁了小美的话 恰巧彼得兔正叼着画笔 小帅赶紧添油加醋 于是他就被小美赶出了家门 小帅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兔子们开始了魔鬼训练 决心要给小帅一点教训 他们的战斗力直线飙升 终于到了复仇的时候 一只兔子爬到小帅的床上 让他的春梦瞬间变成了噩梦 一堆陷阱让他吃尽了苦头 他在围栏边布置上电网陷阱 又抹上花生酱 引诱他们自投罗网 可却引来了一只贪吃的刺猬 刺猬立刻就变成了电动机关枪 还误伤了其他动物 彼得兔也是相当聪明 他们将电路转移到别墅里 假装触电来嘲讽小帅 然后疯狂的吃起了花生酱 等到小帅想出来的时候 却被门把手直接电飞 他不信邪又换了个门 结果又飞了一遍 没办法 他只能从阳台出去 阳台居然也有电 他被电飞三米高 直接摔到了菜园里 晕死过去 晚上兔子们正在睡觉 大量的炸药被扔进兔子洞 幸好小美及时出现 打断了小帅的计划 这才让兔子们躲过一劫 第二天 兔子们专挑他和小美打招呼的时候 用弹弓对着他某些部位疯狂输出 面对他们的攻击 此时的小帅只能忍着 等到小美进屋后 小帅终于爆发了 开始用炸药对付他们 事情渐渐脱离了掌控 面对强大的火力 他们只有逃跑的份 最后彼得兔还是被抓住了 正当小帅要下杀手时 小美突然出现在身后 小帅赶紧装着什么都没发生 将彼得兔放掉 可他发现了小帅遗落的炸弹遥控器 于是便按下了开关 想让小美认清小帅的真面目 可炸弹接连爆炸 产生的连锁反应 直接引爆了兔窝 他们的家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倒下的大树还砸到了小美的房子 这下他们俩彻底决裂 彼得兔虽然达到了目的 但却毁了两个家 小帅回到了城里 小美也准备搬家 这让彼得兔十分难过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准备用心弥补这一切 他们乘坐火车到城里去寻找小帅 小帅看见他们就像见了温神一般 情绪纳搅一个激动 在彼得兔的极力安抚下 小帅总算平静下来 决定跟着他们返回庄园 其他兔子则在阻挠小美离开 小帅终于在最后时刻赶了回来 彼得兔也勇敢的站了出来 承认是自己引爆的炸弹 小帅和小美终于和解 可庄园已经被卖掉了 客户正领着买家来看房 为了弥补过错 彼得兔开启了电路 直接将想进去的买家电飞 女客户还想试试 结果上去送了个WQ 进门后更是被从天而降的小猪吓了一跳 随后各种小动物全都出现 直接把他们吓跑了 小帅和小美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菜园子也成了动物们的共同财产